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Java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包管理 Package 什么意思 咱先看我给它的一个定义 非常简单 Java的包管理 它主要是用于把众多的类文件进行分类 便于分别的管理和维护 什么意思 比如说咱们做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稍微大一点 怎么着也得有个三五百个类吧 对不对 三五百个类就是三五百个文件 咱们不可能说把三五百个文件放在一个文件夹下 这不可能吗 这管理也太乱了吧 对不对 所以咱们就把类分门别类进行分类 在不同的文件夹以及子文件夹进行管理 这点就是包的概念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 包定义 第二 包怎么定义 好 咱们看 其实这两行是一回事 都是包定义 就是说咱们跟一个package 这是Java的保留字 然后空格 然后敲包名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文件夹名 就是目录名 目录名 点下一个目录名 再点再往下走 这个子子穷穷 可以无穷尽也 这个地方 一般咱们都是有个三五层 差不多就够了 你说我 我也不行 我要管的系 我这个包十八层 那是您自由啊 我不管 反正我一般做项目到现在最多最多就五层 就没有再多了 好 咱们看一下 我对这个包的定义 就是说包其实就是文件夹 包定义 它只要遵循文件夹的结构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就说您比如说在这个Explorer 在这个资源管理器里面 只要把这个目录给它规划好 然后把相应的文件 Java文件拷贝进去 就算您管理了 就这么简单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实战演习 我呢 大家请看 我给它分了几个包 首先说一个叫做myutility 什么 我的实用程序 这么一个文件 这个Java的文件 它呢在哪个包 大家请看 在package.com.video.utility这个包下 换句话说 我的原文件夹有一个com子目录 子目录下再有一个comvideo的子目录 这是目录一层套一层 然后在comvideo下就有一个utl utility的子目录 然后呢 这个文件要放在这个utility的目录下 然后呢 这个文件的包名也要和目录名相吻合 这样的话呢 这样就能够识别 而且能够正确的编译啊 里面内容我没说的 非常的简单 好 咱们再看下一个啊 Player 这是前两天 前几期咱们出过的这么一个类啊 玩家 游戏者 球员 这个文件 呃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pojo的java类嘛 对不对 呃 它只有getsetter 私有属性 那它该放在哪 大家注意看 我放在comvideo这都没变 然后呢 我定一个实体包 换句话说 以后像咱这种player啊 bow啊 这种咱放在实体的文件夹下 可以吧 这样子不就分类分开了吗 一个是咱们使用程序的类 使用程序的包 一个是咱们所有的这个实体对象pojo类的包 这分成两个包呢 对不对 里面内容呢 和以前是一模一样啊 哦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是咱们这个主类 程序的入口类啊 这入口类呢 跟以前一样还是在com.comvideo这个包下 那换句话说 我在这个包里面这个man 要调用紫包里面的两个类 怎么调呢 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呢 就import 把它import进来 我如果不import 行不行 不import 这样不知道你调这个包 你这个包是什么包 你类是什么类 他不知道啊 对不对 一般的情况下 就是说 如果您在这个程序中使用某个类名 如果你在上面没有import的话 他默认的是在当前包下找 如果找不到怎么办 编译报错嘛 都不让您运行啊 编译报错 所以说呢 咱要明确的指定 我用的这个类 程序中的某个类 它明确在哪个包下 是哪个类名 要明确的指定才可以使用啊 这就是今天咱们类的样子啊 今天咱们就是说定义了两个不同包的Java的类 然后呢 咱们在咱们的主文件中去引用这两个类 然后呢 输出各自的内容 这是今天咱们的内容啊 好 咱们试一下啊 我现在开始建文件啊 咱们先来这个myutility 试一下啊 这是咱们的intelligence 我开好了 然后咱们建文件 大家注意看啊 我怎么建 我现在有一个main类 对不对 这是咱们重新入口 没说的 我现在要再建两个和它不一样包的类 该怎么做 大家看我是怎么做的啊 无所谓 机右键 选择new new class 这个地方它不能指定package包名 无所谓啊 下一步 ok 大家请看 它默认是在我的call目点 video下建的 对不对 没看清 再来一遍啊 没看清 再来一遍啊 再来一遍 这还有一个player啊 咱们再试试啊 机右键 new 然后选java class 对不对 然后起个类名 这个地方不能起包名对吧 没关系 走 右键一个player 大家注意看 这三文件现在在同一个包下 对不对 好 我现在再回到咱们的课件啊 大家请看 我这个myutility在哪个包 在这个包是吧 コマ video.utl这个包 那怎么办 注意看啊 这是intelligent的功能 跟这样无关啊 比如说我在这个myutility下面 这package名我就直接敲了 它不是我的包怎么办 我就敲上我的包我就完了嘛 对不对 但是注意看 它下报红线了 什么意思 因为咱们这个package的包名和文件的目录名不吻合 它才会报这个错误 那么怎么解决 intelligent给咱们提供一个非常非常简便的方法啊 怎么做 看啊 我把鼠标放到这个地方 按什么键 按alt加enter 再来一遍啊 alt加enter键啊 咱们看啊 go 你看 它会出来一个选项 什么选项 就是说 你这个包要不要移到com.video.utl下 这肯定要么 对不对 哈尔说这个包名 你把这个utl去掉 就叫com.video 我肯定不叫这个嘛 咱们叫上面这个 所以我就选上面这个啊 注意看啊 我鼠标点左键 go 大家看 这个地方在这个com.video下面 多了一个utl的目录 这字目录啊 然后这个包被移过来 同时呢 红线不存在了 哎 非常方便吧 哎 这就是intech的好处啊 我非常喜欢啊 好 咱们再来啊 没看清 没关系 咱们再来这个实体啊 再试一下 咱player属于哪个包 属于com.video下面的实体包 它又红了 怎么办 alt加enter键 go 出现这个选单 然后呢 咱们选择第一个 没问题吧 大家看 它这又多了一个entity的子包 player就在这个地方 这就太方便了啊 好 接下来我把他们的代码考过来啊 咱们一个个来 先考上面的 我的应用程序 我的实用程序 myutility 考这里面 这没说的啊 方法很简单嘛 就是一个静态的函数 然后是两个数值相加 返回相加的结果啊 这函数具体的没什么太多的东西啊 好 咱们再来 今天主要演示包的实用 包的这个使用方法 以及引用方法啊 好 把player也考过来 太棒了 非常的方便啊 好 然后咱们回到这个man 该怎么引用它 大家请看 它和他们不在一个包下 对不对 那怎么引用 比如说我现在敲 我看啊 我这个 我这个代码是先执行myutility OK 咱们试试啊 我就不拷贝了 咱们一个手敲算了 比如说 有一个叫做result的结果等于myutility 哎 我这my写错了 大家请看 它会自动提示什么 有一个myutility类 它在com.view.util这包下 问咱要不要 咱们 我现在因为我要嘛 对吧 所以我直接按回车 大家请看 不但这个类出来 这个包会自动的引用import进来 哇哦 非常的方便啊 好 再试试啊 点add 两个数相加10加20吧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输出 没有问题 然后result 输出这个加 结果 30嘛 对吧 好 接下来咱们再来一个player 比如说我是定一个player 大家请看 我敲到player的时候 它又会出现什么 你是不是要引用commodel commodel video下的ntd下的player的吗 肯定是吗 对吧 直接回车 然后咱们敲player 没有问题 然后等于 哎 我接着键盘 怎么跟我不给力呢 player 然后呢 给一个名字 比如说咱叫这个query 因为我比较喜欢库里啊 然后这个player下 我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啊 say hello 就完了吗 对不对 大家请看 我编码 我光注重于这个逻辑的编码 什么包引用啊 这些不该我干的事 和逻辑无关的事 它自动的都给咱解决了吗 对不对 好 咱们实际运行一下 go 好 大家请看 一个是30 是一个10加20的结果 一个是say hello 说明什么 hello query 说明什么 我这个类的引用完全的成功啊 我本身是commodel video包 但是呢 我就能引用 别的文件加下 别的包下的不同的类 这就是java的包管理啊 这样以后咱们呢 用这个包名 来分别把咱们所有的类呢 进行管理 分类 对于咱们这个代码维护呢 是非常有好处啊 极力推荐您 规划好您的类啊 这样对于您做大项目是很有好处啊 好 以上就是今天呢 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看中的服务器 然后呢 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跟You酷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的高清观看啊 You酷的话 怎么能高清 我还得再琢磨一下 同样文件 我传YouTube就高清 传You酷就不高清 是我一个课题啊 好吧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